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一起为国语加油 北京时间7月30日 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小组赛继续进行 在率先结束的两场国语比赛中 女双1号种子陈清晨 贾一帆2比0 完胜日本强盗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纳 获小组三连胜且不失一局从死亡之组杀出重围 并拔得头筹淘汰赛抽签将固定在上半区 女双3号种子刘胜书 谭宁同样直落两局 淘汰中国香港组合杨亚婷 杨佩林 获得小组三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女双8强 国语两组合都是小组第一 肯定不会在淘汰赛首轮相遇 能否分处上下半区还需抽签决定 陈清晨 贾一帆死亡之组投名出现 女双A组第三轮详细战况 赛会头号种子陈清晨 贾一帆直落两局以21比16 21比15完胜日本强盗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纳 邪交手齐连胜从死亡之组突出重围 并不是一局以小组第一晋级女双8强 首局开始陈清晨 贾一帆开局就打出了3比0 特别是对于对角线的进攻完美限制了对手发挥 所以在前半局 陈清晨 贾一帆一直都可以保持比分优势 最终11比5进入间歇 就这半局日本还是太紧张出现了太多失误 我们的线路清晰 发阶发完美这都是领先的关键 间歇回来对手提速了两个球追了两番 但陈清晨 贾一帆还是可以稳住节奏 21比16稳稳拿下第一局 整局我们对于中路的把控非常好 就是针对这个点拉开分叉 但这其中存在一个麻烦 那就是发球的失误太多了好像送了4分左右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第二局一开始还是一样的节奏 连续打对手中路进行 保持下压再加上对手防守不太行3比1领先 随后日本越打越沉闷失误还越来越多 陈清晨 贾一帆间歇时已经保持了11比5领先 间歇回来进攻的连贯还是非常快 又快又准让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将比分拉开到17比7 只是在这个时候 对手通过提速再加上往前的拼抢 连续得到6分追到13比17 幸好陈清晨 贾一帆及时调整 关键分没有给到任何机会21比15拿下 小组赛全胜晋级到淘汰赛 这场日本的状态全无虽然有一些追分 但他们掀不起任何风浪 而且在比赛进行的时候 日本两个选手一度出现心态崩溃 因为这场对于他们就是生死战 只要输球基本上无缘淘汰赛了 淘汰赛抽签将固定在上半区 同组另一场比赛 马来西亚一双陈康乐 蒂娜以21比18 21比9两局完胜印尼组合拉哈尤 拉马丹地 以两胜一负的战绩 获得A组小组第二晋级女双八强 刘胜书 谭宁小组三连胜晋级 女双B组第三轮 奥运3号种子刘胜书 谭宁同样不负期待以21比18 21比15两局立刻中国香港组合杨亚婷 杨佩林取得小组三连胜 以小组投名晋级女双八强 从而避免了再度出现像混双抽签那样的不利局面 虽然国宇两组合避免了在淘汰赛首轮级相遇 但圣坛组合能否如球迷所愿落位在下半区 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同组另一场比赛是两对姐妹花的较量 保加利亚组合加夫列拉 斯蒂法尼以21比18 21比12两局完胜美国组合许新飞 许一飞 以两胜一负的战绩获得B组小组第二晋级女双八强 尹达农奥运首秀开门红 今日已结束的其他比赛女单一组 泰国名将尹达农 直至今日才迎来巴黎奥运首秀 最终状态极佳的她已两个 21比8横扫比利时选手谭莲妮 取得开门红明日将要与宝导小戴 争夺唯一一个出现名额 女单一组 爱莎尼亚选手库巴已21比7 21比9两局战胜马尔代夫选手拉扎克 明日将决战印度覆破新度 女单J组 土耳其选手伊吉特以21比16 21比17两局战胜秘鲁选手伊内斯 男单H组 东道主选手大波波夫以21比11 21比12两局战胜美国选手舒之后 明日将决战印尼名将金庭 男单基组 西班牙选手阿比扬以21比9 21比19两局战胜斯里兰卡选手内塔辛格 明日将决战马来西亚名将李子佳 22比7